台北敦化狮子会推动社会服务五远佛界 今年3月首度和瑞瑞乡 瑞北国小宋爱结缘之后不到一年 敦化狮子会师兄师姐们 今天是再续全员 赠赠了有机豆浆 书包以及原住民背心之外 也捐赠了12万元的爱心基金 来协助校方推广孩童教育的活动 狮子会社会服务的善心一举 也获得了校方和家长会的肯定 瑞北国小学生们 清亮的歌声 一扫敦化狮子会师兄姐妹们的 舟车唠顿之苦 这一次再续前缘 特别赠送有机豆浆 书包以及原住民背心 落实狮子会社会服务的精神 现场气氛热络 好 来 接下来 把你们成长作战的时候 跟我们一样能够创造出 瑞北的 瑞北的经典 台湾的经典 我们可以持续慢慢的来做这样子 让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那也让我们这些小朋友 快快乐乐地赶快来长大 让他们以后呢 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取自于社会 那我们这一项是很需要的 有时候就用小学生 那我们把我们的温暖 那递给我们这些小朋友 那我们来看看校长这边 谈论规划 那需要协助的地方呢 我们这边也都可以协助 今年三月 台北敦化设置会 因缘际会下 与瑞北国小宋爱结缘后 不到一年聚集 更多师兄姐妹们的力量 今天再续前缘 赠送学童所需之外 也捐赠12万元爱心基金 协助校方推广孩童教育 让师之会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向下扎根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特别说 有感于说 校务基金运作是一种方式 那今年我们因应这个 瑞北国小校方这边的 提供需要的物品 我们就是捐赠背包 跟原住民图腾的背心 因为这个都是常态性 或者说我们有出门去比赛 或者去校务的时候 学生都会穿着我们代表原住民的 服装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经由这一次的一个 我们需求 我们服务社会的能力 也让下一届的会长 我们持续来偏向来做 瑞北国小将善款 全部投入在学童教育学习 休闲运动 以及部落文化实践上 竭尽其用发挥了最大效益 成果缝硕也令狮子会敬佩 这一次与狮子会再续前缘 学童以及师长万分感激 颁证感谢壮 每一位学生也会赠狮子会 师兄姐妹们 亲手制作的零钱包与项链 成为彼此相互关怀 与学习模范的人 我们感激于心 包含我们的孩子 包含我们的陪威老师 所以这次能够又看到 这位师兄姐妹来到我们学校 这些都会对我们 瑞北国小的一位孩子 很多物 台北东话实践会 推动社会服务无远佛界 善尽社会服务的责任 抛砖引玉 共同关爱瑞北国小学童教育 实践会 既若不轻的精神 也令瑞北国小 以及瑞瑞各界万分感谢与肯定 校长福袋古墓 吴纳烈也期盼 借此教育学童感恩喜福 将来也能从受助者 变为帮助者 提认是比受更有福的评格学习 记者石玉兰 瑞瑞采访报导